下午的四点钟 天空依然下着鱼 旁边又来了一位卖酸菜鱼的 刚好今天又是三八女神节 下雨天遇到女神节 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老板娘这时候正在穿雨衣 下雨天还出单 确实是种挑战 这位顾客一路小跑 手一指要跟机场 机场拿过来上针一针13块8 13块钱 切机场 您切三道空 不切一道菜 机场捡 切得越薄越入味 帅哥说了 买点女神喜欢吃的菜 回家陪女神喝一杯 这位顾客一直在外地包工程 我问他今天是不是特意回来陪自己的女神过节的 帅哥说了 最近在家里面包了一些农村改造工程 反正走着总比站着强 帅哥又跟我聊了一会关于工程方面的事情 问我是否想与其一起合作 像我这种只对美食感兴趣的人 对于共同的事一窍不通 对此我也只能谢谢帅哥的美意 机场卷已经切完 再加点辣椒 蒜 香菜 这样一个机场卷不就整好了吗 机场卷刚弄完 帅哥手一指再要几个不辣的鸭爪 并表示鸭爪也是他家女神的最爱 在这样的节日里 女神最大 想要吃啥就买啥 随手给帅哥拿了4个鸭爪 上车行车鸭爪6块钱 帅哥表示已经够了 再给他多拿一个吧 总共就收20元 虽然帅哥的女神没来 但是也要祝他女神节快乐 我也喜欢今天快乐 我们虽然不是女人 但是都是女性有名 不是不觉 你来到了晚上的气点 我们就来那位比较喜欢吃鱼 特意今天晚上给他买了份酸菜鱼 毕竟今天也是女同胞的节日 一年也就这么一次 本想去饭店烧的 刚好今天来那位买酸菜鱼的 满满的一大盆 估计咱家的那位也吃不完 只要最后给我留点汤就行了 好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祝愿所有的男同胞女同胞们 节日快乐 就行了